大甲区日南国中是台中海线地区自由车运动的发展重点学校之一 在2018年时更创立全国首座校内自由车越野训练场 不过由于当时的场地是先铺石子再用泥土覆盖而成 也导致一下雨就容易造成土质流失石块裸露 选手一不小心就会因此受伤 为此市议员吴敏记这天也特别到场会看 希望能够协助争取经费投入改善 大甲区日南国中的自由车选手们穿梭在越野赛道上 专注投入练习 而仔细一看赛道上竟然杂草重生石块裸露 而这对于掌球竞速的自由车选手来说是相当危险 往往一个不小心就容易会摔车受伤 弯道太小然后不够款导致那个坑洞 然后就前轮就把它倒下去 除了安全性之外还有场地因大雨或台风的造成的表土的流失 那形成了一个危险性 所以我们必须急着把它来改善 日南国中是台中海鲜地区自由车运动的发展重点学校之一 而虽然这个自由车越野训练场是全国首创 但已经使用四年多 由于当时的场地事先铺设石子再用泥土覆盖而成 因此一下起的大雨就容易会造成土质流失石块裸露 而被此台中信员吴敏记就特别争取315万元 将投注铺面改善以及场地扩建 希望把它全面来更新整治甚至以扩建 成为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户外训练基地 那我们特别要感谢教育局的帮忙 我们跟教育局争取了315万的整治经费 目前工程已经标出了 预计下个礼拜会进行动工 希望未来整个场地完善之后 能提供给我们台中市在地的选手 一个更完善的训练场地 政府会表示 未来的赛道铺面将改用沥青混泥土 并且会加框弯道 增设排水设施等来强化场地安全 预计6月底动工8月完工 未来除了提供校内选手练习外 也会开放给全市 做自由车越野训练及比赛的床地 只有沉默和台中才访问到